像我在陽明山我也買了兩塊地 那一塊地就是七千多坪 那那塊地旁邊就是一條野溪 然後它整個那個 它有三個建築物 是現成的建築物 因為它那邊好像是 保室的地還是保山的地 就是不能蓋房子的 可是還好它本來就有三棟建築物 然後它 我老公買了之後呢 就又移植了很多的花進去這樣 譬如說我老公就從南投那邊 買了好幾百顆的梅花 好幾百顆的櫻花 好幾百顆的雞蛋花什麼的 就把那塊地弄得 就弄得很漂亮 然後我另外說 另外的那個陽明山的那塊地 是view非常的好 它一眼望去就可以看到整個淡水河 還可以看到那個 那個什麼 就是可以看到那個 輪船 就是要出海啊什麼 對 就可以看很遠這樣子 因為它很高 它就是在陽明山的最高的林線上 這樣子 所以可以看得很遠